因为不适合作为基督教徒的读物,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的著作,虽然有抄写本,却一直在修道院的图书馆被树枝高阁,是人文学者找到了他们,并让他们重见天日,发现希塞罗著作的彼得拉克只是其中一人而已。 读到这些著作的人们为其中所使用的浅显的词语,明确而简洁的文章逻辑架构而惊叹,同样是拉丁语从神职人员口中说出来的中世纪风格的拉丁语复杂又煞有介绍,而此时发现的古代拉丁语就是如此浅显易懂,他们知道了对同一件事情的表达可以如此不同。 语言不只是向他人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使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会让自然产生的想法变得富有条理性。 如果表述的内容,写出来的文章可以做到既清晰又负逻辑性,那么此人的大脑一定既清晰又负逻辑,也就是说,思考和表达是相符相成的。 时代已经发展至此,人们自然会意识到用自己的语言书写亲眼所见,内心所想的魅力。 想一想,宗世纪,一切都要通过神去看,要按照神的意志去思考,要用圣经语言去写。 由此可见,布克哈特提出的文艺复兴,就是发现人类的说法是何其正确。 语言一旦成为人类的语言,人们才有表达,只有人类才能感受到的微妙感情的机会。 理性也好,感性也好,语言也罢。 其实,这里我要说,这些所谓的神的语言,其实也是神之人员的语言。 他们也是人的语言,只不过与古希腊、古罗马的人的语言不一样,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而已。 继续读。 现代意大利语的基础被认为是在十四世纪和十六世纪期间,在弗伦罗萨完成的一部又一部著作中确立的。 意大利语作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形成于从丹丁到马基亚维里的弗伦罗萨文人手中。 其证据是他们的作品中没有日常所说的现代意大利语的翻译,即便是小学生读的也是原文。 尽管他们需要借助用来解释古文的注解,弗伦罗萨电影院《银幕之上》的壁画中刻有诗人、美帝奇家族组长。 洛伦罗萨创作的诗歌中的一节原文,那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诗,意思是既不知明日是何不享受当下。 享受的当下竟然是电影,不禁令人啼笑皆非。 但是由此可见,意大利语没有古文。 相反,在日本,像《平家物语》、《太平记》、《突然草》、《花传书》这样的书记,如果没有现代日语译文,又会有几人可以读懂原文呢? 我想,同一时期的意大利,正因为语言不再是神智人员独有的东西,正因为语言成了俗世人们的语言,所以才形成了连后人都可以理解的国语吧。 为这一倾向的确立和扩大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刚刚发明的千活字印刷技术。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丹丁、伯卡丘、马吉·亚维利以及莱奥纳多·米克兰据罗和拉斐等人的名字。 但是我想知道阿尔多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的人就很少了。 他是一位出版人,是为文艺复兴、文化的创造和普及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一个人。 关于这个人,我在另一本书《意大利疑文》提为一个出版人的故事中已经做过介绍,在这里只概括说明一下。 按照现在的说法,他是把古藤堡的发明转化成实用型技术的一个人。 如果说古藤堡发明千活字印刷技术是在1455年的话,那么阿尔多斯·皮乌斯·阿努提乌斯是在6年前,即1449年,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纳布拉斯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有了梦想,他想成为一个人文学者,于是先去了罗马,在那里学习拉丁语,接着移集到意大利北部的费拉拉。 因为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希腊语学者就在费拉拉领主埃斯特家做家庭教师。 30岁之后,他也做了家庭教师,是在小领主皮克家里。 这是一个因修养深厚而广为人知的家庭。 在当时,被称为人文学者的知识分子,以及有识知识有两大就业职位。 一是担任教皇、军侯或共和国政府的秘书,二是做家庭教师,负责有权势家庭的子弟教育。 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做家庭教师的同时还兼任主军的秘书, 所以他们的身份很难用现代语言中的家庭教师一次来界定。 米兰多拉王国、米兰多拉公国领主皮克家、楚国哲学家皮克·德拉·米兰多拉。 他是由米蒂奇家族控制的,著名的柏拉图学员的成员之一。 因此,他家的藏书在制和量方面都属上乘。 阿尔杜斯的工作之一是收集整理皮克家的藏书。 年过30岁的阿尔杜斯在从事这一工作的十年间, 对出版业有了充分的了解,并掌握了创业所需的知识。 阿尔杜斯决定奢卒出版业,他把出版业设在了威尼斯。 这一年是1490年,他已经41岁。 为什么他会选择威尼斯,而不是弗洛罗萨,或者米兰,亦或是罗马呢? 首先,威尼斯已经形成了出版业的里程碑。 在古藤堡的发明问世20年后,西塞罗的书简集, 经过两个威尼斯排版工之手正式出版发行, 成为意大利出版史上最早的印刷品。 印刷100本,毫时4个月。 与以往的手抄相比,效率大大提高。 初始告捷,接下来就简单多了, 在版的时候花费同样的时间,印数提高了600本。 第二个优势是在威尼斯有言论自由的保证。 当时所谓的言论自由是指可以不受基督教会的干涉和镇压的自由。 威尼斯是一个沿海国家, 国家经济依赖于和东方异教徒之间的贸易往来。 他们完全不在乎教皇提出的禁止主持神圣仪式和开除教级的规定。 尽管在其他地方人们为之色变, 威尼斯公民却公然夸口说, 我们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教徒。 对于这样的威尼斯人, 罗马教皇也只有感慨的份, 说,在其他任何地方自己都是教皇, 但在威尼斯不是。 同一时代, 把西班牙、法国以及德国搞得人心晃晃的异端审判和巫女审判, 在威尼斯共和国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就像当时一位来自法国的旅游者在信中所写的那样, 因反对罗马教廷而被列入禁书行列的路德著作, 因宣扬政教分离而被作为禁书的 马基亚维里的著作者在威尼斯都可以找到。 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出版自由, 虽然也有言论自由得到保证的情况, 但这种保证更多的是依赖于有势力的个人来实现, 如洛伦佐、瓦拉揭露了《军师坦丁捐赠书》 是罗马教廷秘密伪造的文书, 为此惹恼了神职人员。 一位神职人员准备把他送去接受异端审判。 就在这个接骨眼上, 瓦拉的主军纳布拉斯国王站出来保护了他。 但是一个人的势力无论多么强大, 仅靠个人保护,终究很难长久。 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 存在此种局限的那个时代, 只有威尼斯共和国以国家的立场坚决拒绝教会的干预。 十六世纪后半期,文艺复兴已经尾声。 此时,为对抗宗教改革兴起的反宗教改革浪潮, 也席卷了意大利。 罗马教廷也被反宗教改革派控制。 其中,行为最激烈的耶稣会对异端分子的乱谱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就在这个时代里, 有人侥幸越狱成功, 一路上躲避追捕的时候, 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人, 给了他同样的忠告, 逃到威尼斯去。 所谓言论自由不只是对纯粹以言论为职业的人有用, 它是所有的自由质母。 除了这两个原因, 阿尔都斯选择威尼斯的理由还有很多。 例如,在那样一个乱世, 只有威尼斯已然国泰民安, 有利于招揽到优秀的工匠。 在例如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 很多希腊学者流亡到了威尼斯。 这些人带来了大量的古典手抄本, 可以就近拿来参考等等。 但是比所有这些因素都更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想还是在于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而它就是以阿尔都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为首的, 威尼斯出版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欧洲同行第一的重要原因。 《海豚蝉毛》是阿尔都斯公司的徽标。 阿尔都斯公司出版的, 印有这一徽标的最早读物, 是发行于1494年的希腊诗集, 书中附有拉丁语对照翻译。 这是因为有了拉丁语译文, 便于包括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精英理解。 同时, 在当时的欧洲, 拉丁语是世界语, 由此可见, 阿尔都斯公司的市场目标是整个欧洲。 接着1498年出版了当时就深受好评的《亚里斯多德的全集》。 这被认为是一件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里程碑式的大事业。 除了古希腊文学作品, 阿尔都斯公司还出版了从古罗马作品到丹丁, 比特拉克, 伯卡丘等意大利文学, 伊拉沙默的《拉丁格言集》等当时的现代文学作品。 1495年到1497年, 全欧洲共出版了, 发行了1821种读物, 其中仅威尼斯出版的读物就占了447种。 排在第二位的是巴黎, 有181种。 威尼斯把发明印刷技术的德国远远甩在了身后, 成了最大的出版王国。 出版人阿尔都斯成功的原因不仅于此, 首先他发明了写体字, 这种字体现在依然存在, 与歌特体相比, 尽管美观度差一些, 却非常便于阅读。 而且使用写体字, 一页纸可以印刷更多的文字。 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 阿尔都斯发明了袖真本, 因为要对折三次, 所以通称为八开纸。 这种规格就是后来的口袋书, 可以放进口袋里的书的启人。 当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没有口袋, 所以这些这样的书是放进衬衫和西装背心之间的。 不管怎样, 秀真本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不仅受到相距不远的帕多瓦大学学生的欢迎, 还在普通人中很快普及开来。 秀真本既便宜又便于携带, 它的出现宣告了大开本抄写本时代的结束。 既贵且少的抄写本时代的结束, 意味着神职阶级独霸知识时代的终结。 审判时必不可少的各种知识, 也走出教会和修道院, 向全世普及开来了。 所以说到文艺复兴, 不提出版业是不可能的。 1515年, 阿尔杜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去世, 享年66岁, 摆在教堂里的他遗体周围放的是 一本又一本他出版过的书。 而其他死者四周放的只有花。 好啊, 就先读到这儿, 这一段是讲这个出版业, 文艺复兴时候的作用。